哇,好厉害 有人问我日料入门不知道吃什么 无非就是性价比高和食材好 会席料理作为第一顿还是挺适合小白的 今天和威姐来吃这家人均900的会席料理 今年刚摘下米其林一星 她的亲哥哥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其林三星寿司店 吉武 说到日料总会第一时间想到怀石 其实怀石料理和会席料理最大的不同就是 会席饮酒,怀石饮茶 开始怀石料理是来自日本的茶道文化 菜品比较朴素,食物清淡内敛 但价格偏贵 而在江户后演变成三菜两汤,五菜两汤 直到九菜三汤这种种类丰富的就是会席料理 当季的月前蟹,酱汁褶粒也是蟹做的 蟹腿肉下满满的蟹黄 蒸鲍鱼鲍鱼干酱是她家的祖传配方 这也是最好吃的一道 不平蒸有余,香菇,蟹肉丸子 简直就是汤中的三好学生 好精致,好讲究,好鲜美 刺身的颜色从浅到身开始吃 从白身鱼开始到金腔鱼结束 关西风细腻调味的蟹汤 通过改变不同产地的食令蔬菜 来强调汤的鲜美 开盖就让人兴奋的蟹肉吐锅饭 米饭是用山形,长野,宫崎县产的三种米混合 为了保留甜味和劲道的同时也容易进食 结合了蟹的鲜香,真的太美妙了 热闹轻松的气氛,没有怀食的严谨庄重 不以食材为中心 而是用了传统的调味料来提升食材 这也是会席料理的迷人之处 每一道菜都很好吃 料理卡斯西接下来的预约应该会变得很困难 喜欢日料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打卡 关注我,一起吃遍日本美食 我们下期待会变得很困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